手机?哪里有手机? 我的手机 等一下 在哪里看? 等一下,我要 等我一下,我找个方式看一下你们的弹幕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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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布置看得清吗? 这个是今天他们特意布置的一个场景 超神 这个是反的 超神 Happy Birthday 超神 你们在干嘛吃晚饭了没 今天 过生日 过生日 等一下 今天 也是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安排的 今天就是这个直播也是有一些 小小的小惊喜给大家 晚饭刚才吃了 晚饭我上开播之前吃了两口 大米饭 吃了点长渣的香菜 最近已经连着吃了20天香菜了 每一天就是 辣椒炒肉 肉炒辣椒 每天就是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 吃了半盒吧 你们不止两口 抹茶蛋糕吃了 昨天我过生日的时候 刘宇给我 他送给我了一个抹茶蛋糕 特别好吃 而且还是那种低糖 低卡 不是很罪恶的那种 吃了挺多 好吧 今天 第一个 第一个环节 我是要给你们做一个 这个叫什么 自是冰饮啊 夏日特饮 这个特饮是叫做 火龙果冷脆 因为平时咖啡 平时我们要么就是喝美食 然后要么就是喝冷脆 然后平时我比较喜欢喝冷脆 然后呢 我也比较喜欢吃火龙果 所以今天就做一个 火龙果冷脆 对 今天要把它们尝试的混合一下 我想一下第一个步骤是 第一个步骤应该是先要把火龙果 放到这个杯子里 对不 我先把这个放到一边 火龙果 你给我个勺子吧 对 这个可能会比较卫生一点 火龙果冷脆 吃过没 不是 喝过没 一颗火龙果 它这个火龙果切的比较厚 你们你们先先等一下 把把问题先憋一下 等我做完这个再再问我 不然我现在没有没有 没有办法回答你们 步骤是怎么样 我教你们啊 虽然我也没做过 我今天第一次做 这东西是 一个 杯子 然后这个 就是可以把它给捣碎的 坐一下 尝一下 火龙果冷脆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有这种饮料 第二步好像是 要把这个 咖啡一定要放冰嘛 加点冰块 放冰块 哎呀 放冰块 多来点冰 但是喝咖啡的话 一般冰不要放太多 因为 多的话 它就会化掉之后 咖啡里面全是水 咖啡就没有那么浓了 其实这一杯 刚才就应该把冰块 先拿出来 直接倒咖啡这样 因为它这个 现在里面已经有 有这个了 是不 然后下一步 就是我们 把咖啡倒进去 来 我倒下咖啡 可以哈 它现在是这样的 底下是这个 火龙果 然后咖啡 然后冰块 但是还没完 因为 什么黑暗料理 这种算 还要放一个 可压 气泡水 不知道为什么咖啡里面 要带气 不过 这个饮料的配方 好像是这样写的 所以我们尝一下 最后呢 哇 是可以摇的 这个真的假的 等一下我等一下 万一怕飞出来了 怎么办 浅摇一下吧 浅摇一下 我在我在 我在那个 之前看过 那个 刷短视频的时候 看过那种 专门调酒的人 然后他们就是 会 一摇就摇 有些酒 它要 这样你要 调个 二三十分钟 所以他们就 得一直摇 得十点 等一下 有点 痘 我以前没用过 这个 等一下 把它擦一下 我会了 我现在会了 就这个顶上 你要握得很紧 不然它就会 等一下 好吧好吧 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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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样 它顶上 它那个瓶子顶上 有一个液压的 有一个瓶口 然后我刚才没有压紧 所以现在这个 撒上了一点 还行还行 还可以 赶紧给这个拿走了 哎 做完了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擦干净 不好意思啊 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 sorry sorry 哎 想问一下朋友们 有没有 职业是调酒师的呀 有没有调酒师朋友 我来看一下 他说给那个 给方姐喝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尝一下啊 带气的这个 火龙果冷脆 嗯 很难喝 哎 哎 但是其实还行 主要是 这样吧 我跟你们说 怎么会好喝一点 咖啡是苦的嘛 然后我刚才喝的时候 就比较期待 火龙果的甜味 但是火龙果 这个东西 它有点玄学 就是你 不一定你买到的是酸的 还是 甜的 有时候它还会带点苦 就如果它没有太熟的话 所以你们下一次 如果买到了 尝到了那种 很甜的火龙果 你可以尝试 这个 就味道其实还可以 它看起来特别像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黑加伦 就是类似 那个 那种口感 还行吧 就是咖啡里面 带了一点生果子的味道 然后因为那个 气泡手放的不是很多 所以也没有太带气 我才带 带上气的话 应该还挺好喝的 来不得赶紧聊天 我擦一下 给我搞一片狼藉 给我搞一片狼藉 这动手能力又甜 还行还行还行 不是很难喝 我先看一下啊 那个 冷脆跟美式有什么区别 我给你们讲 美式 就 咖啡是一般 你把咖啡豆磨成粉 然后 用热水 把它冲出来 对不 美式咖啡呢 就是 用热水过滤出来的 咖啡 冷脆就是 咖啡粉磨好之后 用冷水过滤出来的咖啡 然后 冷水的话 就没有热水 我怎么要打嗝 不好意思 热水融化那么快 所以 冷脆呢 就会比起美式 也就是热水过滤出来的咖啡 要相对淡一点 然后一般在早上的时候呢 可能你 刚睡醒的时候 一下子 就是 味蕾都还没有醒过来 一下子喝那么苦的 可能有一点刺激 所以 比较温和一点呢 就是 喝冷脆 会比较好 然后一开始 我也是只喝 美式 到后来有一次 有个朋友跟我说 那我尝一下叫冷脆 我那会还不知道什么是冷脆 然后尝了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有换回来 这个还可以啊真的 然后我看一下 别的问题 生日的纪录片剪了多久 哇 想想 挺久的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长沙吗 然后 呃 工作还没开始 所以就是也没什么事干 每天在酒店待着 然后 前面一个星期 就一直在 呃 因为 素材都在北京 然后呢 我每天就开那种线上会议 开 就电脑共享一个屏幕 然后一起剪 剪的时候就是 特别费劲 因为我 我 最早是想的是 我可能拍完所有 取完所有素材之后 在北京陪着一起 就是 大家面对面 把这个素材看 然后去剪 但后来要 来长沙这边之后 就是 上一个星期一 我记有一天 我从 晚上十点 差不多吧 九点多十点 一直剪 到了第二天 早上的 九点 八九点吧 差不多 就一晚上没睡 然后很累 就一直在一直在看 然后 之前 等一下 之前我在北京 我来长沙之前呢 我和工作人员说 他们问 哎你马上过生日了 然后你想要个什么礼物 我说我想要 要 要一辆车 我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然后 他们当然也是笑一笑 然后后来呢 昨 今天我就真的看到了一辆车 但是 不是不是真车啊 是那种 像小孩子看那种玩具车 但是你是可以坐得下一个人的 还是挺大的一个那种 那种 那种电玩具车 摆在那个 工作人员的酒店房间里面 然后今天看了 他们还真的给我准备了一个 超级惊喜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看得见不过 这是一个跳舞的毯子 跳舞的毯子 就是平时 在家 想跳跳舞呀 活动活动身体 他们就给我买了一个 那个跳舞的毯子 反正就是很 都是一些挺有意思的小礼物 都是一些挺有意思的小礼物 我真的很想让 让 跟他们讲那个 林墨送的 先不讲吧 先不讲 睡觉 睡觉为什么不关门 你又怎么知道睡觉不关门 那肯定用在 need Figu 陈墨说 那肯定有秘密ico 看看 这个弹幕飞的 不会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火 我一共就放了三颗火龙果 还不是很厚的那种 里面都是咖啡还好吧其实 然后弹幕有人说 喝这个会不会对肠胃不好 还好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真的会拉肚子吗 不会不会 不会 应该不会啊 我觉得应该不会 喝禅音乐色了吗 喝了 哎 真的惨 哎 果然这过生日就是有牌面啊 都给我准备好了 我一开始是不会 用这个的 这个我我以为是要喝一口吃一口 因为他还专门给了个勺子吗 直到有一天我在他这个 他这个勺子的包装上面看见他写了 什么不是用来吃奶油的勺子 我现在不是用来吃奶油那是用来干嘛呢 给我一个勺子 以前我是这样喝的 呃我直接把这个盖子去掉了 就是 就是 这不是勺子吗 打开之后看着这个很理所当然的 我知道因为我喝过奶盖 是吧奶盖就是喝一口茶 然后喝 嗯 哎不对 之前顺序不是这样 之前是先吃的奶油 刚才喝进去就吃不了奶油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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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去 混混混一混 是这样的对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好像是 是要放进去的对吧 啊是要放进去 然后搅一下嘛 啊对奶盖 是了是了 哎呀就 好好好我笨我笨 好喝啊 特别好喝 但是好像喝这个就是会长胖的比较快 是不 是吧 你看 套圈的飞机 我没有套到那个飞机到最后 我们俩去套圈的时候只套到了一个 锤子 粉色的那种气气 气垫锤 然后拿走了 不不倒进去了 这个奶油就就 会稍微胖一点了吧 我就先喝这个茶吧 而且很神奇 就它这个茶里面也是带奶味的 好像已经就是 有一些奶在里面对不 还有什么 最近喜欢玩什么英雄啊 最近喜欢玩那个 哇 等一下给你看 算了先把英雄这个问题说 最近喜欢玩的英雄 我最近是有在换位置玩 之前一直在 英雄 我最近是有在换位置玩 之前一直在 呸 之前 之前一直是在玩打野 然后呢 也不知道是这个 新赛季不太适应 还是怎么 反正最近玩的时候 就觉得 我打野变得很不厉害 就是 就是很吃力 反正打野 就因为他这个 位置比较强 就是节奏嘛 什么时候该干嘛 然后 然后 是跟着队友的节奏走 还是自己带节奏走 就经常有这种 有的没的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我先聊完这个 然后 最近玩打野的时候 就经常 感觉力不从心 呃 感觉有点 说不上来 就觉得 怎么怎么这么难 就是很难 然后后来就换了一个位置 去玩 发育录 就开始玩射手 但是呢 因为 我 平时就是 跟林默在一块打 比较多 他又不打辅助 然后玩了几次射手 下来就发现 这个位置好吃辅助的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辅助 和你配合不好 或者是 呃 你自己特别孤零零的 去玩这个位置 就更难 就比玩打野还要难 然后后来就去 玩边路 然后玩了一下边路 就发现 呃 因为 我以前 短暂的玩过一段时间 对抗路 那段时间对对抗路 这个位置还挺有自信的 那段时间回去又玩的时候 就发现 就好像现在这个游戏 大家的水平都提高了很多 我边路对线的时候 就发现 我已经 对抗不动他们的那些细节了 可能也是这个年龄大了 老了 过了这个 电竞的黄金年龄了 然后就 就是 现在就是 有什么位置玩什么 然后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玩辅助 我一直在打辅助 我跟李莫子 呃打了一个那种很很奇葩的组合 我玩中奎 然后他玩打击 呃 一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流程就是 以及前完中路线之后 到呃 边路吧 然后他定人 我勾人 就比较简单嘛 你那个中奎勾子你也不需要预判别人的走位什么的 反正定在那里放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个我就一直在玩这个 反正就因为最近王者变得很菜 所以 所以 各种玩点有的没的 对中奎这确实很难勾 我也勾不准嘛 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像打几这样的 定在那里 你勾子就比较简单了 有有有有有有收到这个队友的礼物 还有工作人员的大家的祝福都有收到 老开心了昨天 我现在旁边呢摆满了好多这个 我我可真的不吃啊 我不吃 摆了这个 很多长沙菜 怎么了这个菜怎么了 啊 说这个菜很辣 这个菜是最辣的是不 这个看起来呢 就像那个下饭菜 嗯 我说要给 外国的朋友介绍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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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 你 哇 但 这是 cyber 如果食物太厚了,就很好吃 因为饭是很软的 以后的味道 我最近的20天住在这个城市 我每天都吃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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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来都吃这种 一开始我也会有点 低顿有点辣辣的感觉有点不舒服 到后来就很习惯了 因为吃完这些香菜之后呢 就会吃点黄瓜什么的去 去顺一顺 或者是喝茶烟月色 yeah, but anyways I'm not going to eat it right now because I just finished dinner 你们吃点不 我先跟他们聊会儿 不是,我刚才刚劝完那个大美饭 要不等会儿 等我等饿了再吃完 I ain't going to eat it now also shrimp shrimp in this city is also super famous like it's it tastes super good yeah anyways back to 我们刚在聊啥 边吃边聊 没有我刚才刚吃完那个 辣椒炒肉 对 吃吃很多放心吧 吃了挺多的 咳咳咳 然后 还有什么 后面是药吗 哎,后面有药 真想的 哦 我昨天收到了一个生日礼物 什么呢 就是一个T恤 这个T恤就是 你看现在这种是白T嘛 然后那个T恤就是一个完全 药的 就他把药的 这个英雄给印上去了 所以就是我收到了两件T恤 一个是东方药的 而且他还带皮肤 两个都带皮肤 东方药的是那个李逍遥 还有一个是马超的 神威 马超的那个 本来今天是打算穿的 后来 觉得 算了 现在要打的也不咋地 哈哈 就算了 生日vlog有吗 有,我今天发了个40 40分钟 哦,对你们看了吗 那个视频 是不是有点长 最近那个 呃 特别喜欢听一首歌 今天听了 已经喜欢播放一天了 这首歌是李克勤老师的 然后叫做 月半小夜曲 听了 昨天晚上 听的吧 就是为什么会突然回去听这首歌呢 因为 呃 在电梯 就一般我洗澡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的时候 就喜欢哼 哼哼点歌 然后突然哼到这首歌 他的副歌 然后呢 我就觉得 哎,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出去就搜了一下 搜了一下就听 然后一听就出不来了 然后今天就听了一整天 然后去健身房跑步 一般 要听点那种节奏感比较强的 因为 就是那个节奏和你呼吸的节奏 是要卡得上的 然后今天我连跑步的时候 都是在听着这个小夜曲跑的步 哇 就是现在已经完全被洗脑了 整两句 它是粤语 然后我 我这个就 我粤语 就 嗯 可以到时候练一下 再整 再整 每一次 他们真的 每一次我喝这个火龙果的时候 他们都说哎 你这样对肠胃不好 嗯 会学车吗 嗯 会学车吗 会学车吧 会学车吧 会学车 会的会的会的 早晚会学嘛 开车的东西肯定早晚会学的 吃臭豆腐了吗 吃了 嗯 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 小吃吧 但是也还可以 所以 spoil next day actually I don't know what I'm gonna do 嗯 yeah I don't know for myself as well 有没有 在场上待多久 我也 也不知道 要待多久 反正已经呆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长沙 长沙的景色真的很好 然后空气呢 就北京常年都比较干 一年四季都挺干的 长沙这边就是 我住在江边 然后 呃 就感觉空调里面出来的风 都是湿的 就比较湿吧 这边 你真的怕霍音花吗 不怕她呀 为什么会怕她呢 那么小一只兔子 有长沙口音了 真的假的 我有长沙口音吗 没有吧完全没有吧 讲话还是非常自证腔圆的 是吧 霍麻辣不敢抱霍麻辣不敢抱 她那个兔子有点大 她那个兔子 那那个兔子真老大了 那个兔子 而且 而且我听说那个兔子 就是有的时候会脾气暴躁 然后 就是可能你抱在怀里跳跳一下 或者怎么样 就比较害怕 霍音花还好呀 那么小一只怎么会怕她呢 好好复习 不要慌张 你可以 any new nice choreo 说有没有什么新的编舞 什么的 我最近在长沙这边 一直 也没怎么跳舞 最近 最近就是 会渐渐升什么的 对 但是也没有 最近没跳 打算买孙策的新皮肤 孙策出新皮肤 不是刚出完那个 新皮肤吗 但是我看了 那个 说新出一个什么射手 就是骑着摩托的那个 真的假的 那是真的吗 你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有一个射手 他我看了一下 他那个英雄还挺离谱的 就是可以骑在摩托上面 然后 边走边A人 然后他的二技能 和白里的大招是一样的 然后还可以 什么转向 飘移什么的 我想啊 真的假的 那以后打野就更没得完了 我感觉 就打野这个位置 感觉越来越难玩 我昨天最惨的是 我想起来我就生气 我打了一把李白 然后呢 这个对面的阵容 我记得都很清楚 流扇辅助 鱼姬射手 干将中路 然后编路是 编路是谁来着 反正很肉的一个那种 然后我就记得 那个阵容啊 搞得我就是 进也进不去 出也出不来 每次一进去吧 打了四下 然后所有大招 都打到了那个鱼姬的二技能上面 然后刚一进去 就被那个干将给弹走 或者是我如果真的进去了 又会被流扇给控住 然后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又不让我出 然后就反正就很很难 没有我们那个阵容那把团战没有对面厉害 但最后赢了 最后赢了 收到信了吗 是不是有收到信 有收到信 等一下会给大家读的 嗯 李师傅还可以 不算刮痧 他不是靠那个大招打伤害的 还好 确实脆 那个英雄容错率有点低 但是玩好了还是挺帅的 李白这个英雄就是帅 所以就为了他帅也得练一下 而且我感觉我现在也不知道 流行玩什么英雄 弟弟 林默这孩子送的啥玩意儿 很高兴你问了朋友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昨天晚上大概在 我 我昨天晚上 是在跟李默我俩本来正在玩游戏啊 然后 已经过了12点了 都1点了吧 然后玩着玩着 他突然说 周围雨我有事要走一下 我说好呀 然后他就 因为他就住我隔壁嘛 然后就回了一趟房间 过了一会儿敲门 敲门之后带了一个摄像机过来 就旁边有人在拍 我说哦那这应该是要送礼物嘛 就要要录过这种 什么物料啥的 然后就他就开始给我送礼物 他一开始先给我送了一个 一个包装很精致的 小盒子 一看就是一个 放戒指的盒子 我还挺惊讶 我说怎么会送一个戒指 然后一打开呢 这个原本他那个槽 是要应该放戒指的嘛 然后他里面放 只是放了一张纸 然后一打开那个纸 是生日快乐 20岁 没了 就是没有戒指 然后我说你是怎么弄的 这个他说他专门去到店里面 找了这个商家 然后把这个盒子给买下来了 就说我不要戒指 你给我一下你们家的包装吧 我说好 好 可以挺好的 谢谢你的生日礼物 然后他说 哎呀开不笑的开不笑的 又出门 拿了一个新的礼物 拿了一个分地的袋子 出来 然后我说哎哟 怎么会买一个奢侈品 林默花钱了感觉 然后 他就把那个袋子打开 分地的袋子打开 然后里面果真就是一个分地的盒子 然后把这个盒子打开 你看就是装衣服的 它那个大小 打开之后就是那个李逍遥 就是李逍遥那件梯 嗯 然后反正也是给人家 问人家借了个袋子吧 借了个分地的袋子 然后买了个人家分地的盒子 然后还不小心把那个酒店的洗衣袋 装到那个盒子里 所以拆开的时候还有一个衣服 下面还压了一个袋子 上面写着laundry bag 洗衣袋 我说哎 这不是我们有点洗衣袋 哦哦不要先放进去了 然后说哎呀开玩笑了 这次说真的了说真的了 送你新的礼物了 第三次冒子戏法冒子戏法 昨天 然后那个 拿过来了一个香水 什么牌子就不说了 反正也是一个挺有能的牌子 然后香水送给我之后 让我闻了一下 我就说这个香水怎么闻起来 这么不像香水啊 就是 他他闻起来就很 普通 很频繁 就你也能闻出啊 这是个香水 但是他甚至你 快过生日他们准备蛋糕 开始放那个什么生日歌 我说 故事都还没讲完 然后听我说这个香水 后来怎么回事啊 闻了一下 然后他说啊 是的是的 这是香水 我专门找的那个店员 然后我问问这个店员 你可不可以找一家 你们家最臭的香水给我 我说 香水怎么会有臭的呢 然后他说 就是最不好闻的那个香水 说啊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反正送完我了 就是 就是给了我 这个惊喜吧 夜里一点多了 然后送完就睡觉了 对 然后早上起来 发了个信息说 那个周园生日快乐 希望礼物你喜欢 我说很喜欢 很喜欢 嗯 这个就是林默送礼物啊 啊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过生日了 拍吧 谢谢我们方姐送来的生日蛋糕 哎呀哎呀哈哈哈哈 哎呀 开心开心开心 等一下等一下 拜拜 把这个 这个是流程啊 这应该也是我 迄今为止 吹的 第六个蛋糕了 第六个蛋糕 好的音乐可以听了 谢谢 撕的 观众人们都很可爱 啊 许个愿 走个铃程 走个 哼流程 许个愿 就是 同样的愿望 每次闭眼要一直许 第六遍了 但真的不实现 你得最后洗我了 我感觉 好 吃完了 yeah I just made my birthday wish wish me 20 years old happy birthday yeah I'm 20 吃不吃 呃等一下結束再吃吧 這個吃了等一下吃一嘴 謝謝大家陪我過生日謝謝 很開心 啊手寫信與應援視頻 手寫信與 接下來是那個要給大家讀那個你們給我寫的信 先給大家展示一下 哎在這啊看得見嗎 好 讀一下 哇好久沒讀信了 我想上次讀信是什麼時候 感覺很久以前了 兔宇宙帥哥周柯宇 20歲生日快樂謝謝 時間過得真的好快呀 初任是你時你是創造營2021學員周柯宇 一路披荊斬棘終於成為了into1周柯宇 沒想到這麼快你就要開啟二字頭的人生階段了 雖說成長總是一瞬間的事 但陪你走完這一年後 我真的想說弟弟辛苦啦 不辛苦不行 不行 一歲一禮 是一歲一禮 19歲的周柯宇真的沒有讓我們失望過 你在成團那天時說這個世界和我想的不太一樣 但其實這個世界對每個努力著的人都是公平的 或許前進探索的時日會些許的漫長 但回饋一定會在某一天到來的 你的每次舞蹈cover節目舞台 雜誌拍攝等等 都可以肉眼可見 都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進步 作為你的粉絲 這是我最會感到開心和驕傲的 因為我知道我喜歡的偶像和我都在為了自己的目標努力著 悄悄的告訴你去年我也拿到了進入大學第一年的獎學金 謝謝那個祝賀祝賀你啊 幹的幹的漂亮 所以不要停止前進 因為還有很多人和你一起幫助你前進 也激勵自己前進 記得好幾次直播和Vlog你都 開玩笑說自己壓力一點也不大 自己沒有情緒 其實很多時候你不用太壓抑自己內心的情緒的 沒有真的真的還還挺開心的 做藝人的 確實會被迫棄捨去很多東西 嗯但你可愛的本質是可以勇敢展現給大家看的 每次周丹憨憨的 我很久沒有人叫過我這個名字 憨憨的笑啊或者看朋友打鬧的時候 我們都跟你一起開心 所以新的一歲禮希望周丹還能繼續做那個快樂的少年 我的失誤 朋友把你的ID暴露出來了 sorry 回去改一個啊回去改一個 下一篇信在哪裡 哦 好好好 第二個 那個周科宇20歲生日快樂 初遇你是在海花島 海是你純淨的心靈 花是你清麗的氣息 陽光是你意氣風發的模樣 何其有幸在茫茫人海中認識了你 每次都說認識晚了 但是只要認識了就不算晚 對嗎 這一年來大家也見證了你的變化 你的蛻變與成長 會因為你的舞台受到喜愛而開心 也會因為你不斷進步而感到驕傲 你總是腳踏實地的 用實際行動去證明自己 讓大家無法忽視你的存在 你身上總帶著一股超越年齡的沉穩與冷靜 哦 超越年齡的沉穩與冷靜 你的付出 你的努力不管到何時都會有人看在眼裡 記在心裡 天高任鸟飛 海闊平於月 這是一個充滿誘惑與機遇的時代 世世皆千人千言千面 希望你能一如既往 勇敢而純粹 真誠而堅定 嗯 願你健康至上快樂至上 保持初心 星途璀璨 自由恰如風 謝謝你 這個是 啊對 sorry sorry 哦還有 嗯 第三封信 吐柯語見字如面 明天就是你來到這個世界的 第二十年了 先從小小的祝福 祝你永遠不長高 說來遺憾 這是我陪你過的第一個生日 但是今後你的二十五歲三十歲生日 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為你慶祝 說來也幸運 第一次慶生就是二十歲的生日 你二字頭的開始 一字頭的消失 從少年周丹尼爾到青年周柯語 仿佛你用了很長時間歷經了狂風咒語 一路顛簸的 從歲 從歲月遠處走來 我這 感覺 講得我現在很老一樣 還好還好 從歲月遠處走來 但又仿佛只在一瞬 嗯 好像似乎是 明悟了什麼 又或許是與命運和解 你可以坦然面對這個世界了 你可以笑著接受鮮花掌聲獎杯 也能平靜地面對指責失敗和疲憊 你說你希望快一點的生活節奏 不是因為喜歡 而是因為需要 不然很有可能就會掉隊 我想對你說 長大可以慢慢來 別著急長大 其實長大有點難 但也別害怕長大 其實長大很好玩 雖然我心疼 你要在一個高強度高壓的環境裡成長 但我也知道 這是你成長過程中經歷的一部分 你說能找到一件喜歡的事 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 柯宇啊 很高興你能說出來 我是一個沒有愛好的人 到現在 在跳舞的當下我就很開心 也很榮幸能看到你所分享記錄的成長 聽到你的思考和真誠的話語 你說 欸 你見過流星嗎 就是你看到他的那一刻 你整個人就像被點亮了一樣 我想說 於我而言 你就是那顆星 但不是轉瞬即逝的流星 而是為我指引方向的北極星 讓我朝著更好的自己邁進 如你所說 健康和快樂比較老套 但我真的覺得這兩個東西最重要 很奢侈 那就希望金牛座的你可以好好保管這兩個奢侈品 永遠都不丟失 對自己不要太苛刻了 也不必要非常瘦 皮薄骨頭 多吃一點沒關係 PS 以後微博還會有機會出現健康之上快樂之上的置頂嗎 真的很喜歡 祝說和與健康快樂 今年可以實現開演唱會的夢想 謝謝 這位朋友你的字寫得很好看 字寫得很好看 後面還有一幅畫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粉絲朋友給我畫的畫 好有互動感 這個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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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席了 全城新光路 很高興 美食地過年生中19歲 這一段路程 感謝你成為我的光芒 20歲了 祝你順風順水 順才神 面臨一經世事 不時尚心 乾淨淨淨 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長大人 會永遠完成自己的長朋友 有梦就是床 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 为了闪闪大帮 红脸二十感张目 眼中总有光芒 自信情 坚持热爱 年年接受你 所有美好 都能如约而至 做最闪耀的事情 红红红火 保持间地一热爱 我会朝着你的方向 好好学习 好好生活 和你一起变得越来越好 好好照顾自己 感人无忧 少点烦恼 都舒服 这女孩子 无真的非常大 是我们的骄傲 现在你们每一次舞台 也就是你的舞蹈水平能 要越强 有更多舞台 在更大舞台上台 小高峰 演唱会络合 一定会在会 在某个天时间 期待我们 在演唱会的见面 不管多少个 春夏秋冬 女孩员会鼓励 做你最坚持的好多 继续陪伴你长大的 健康日常 快乐日常 变当更大 快乐更大 都可以 温暖更大 在日快乐 这就是你东西 下雨雨 不许是 我们在江苏的江苏 中心山 海 中心 长下 出现 上海 真心 北京 全都在西 台湾 东南 冬州 川松园 东江 云南 安徽 海南 汇宫 马来西亚 欧宫 韩国 泰国 北京 越南 中高克里 23 生日快乐 23 生日快乐 哎呀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哇 谢谢 看到这个视频了 嗯 喝一口 胡隆不冷脆 喝一口 胡隆不冷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我看了这视频了 所有你们 从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全世界 谢谢 耶 好的视频了 好的视频了 很棒 哈哈哈 可以 挺好的 挺好的 开心一点 过生日开心一点 还是挺感动的 看那个视频 然后那个 有 我记得突然有一个 很年轻很年轻的声音出现 就是一个 有两个 小女孩站在一起 我 嗯 超级惊讶 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 好多人在陪我过生日 这样一项 嗯 挺好的啊 挺好的 挺好的 很开心 在喝要吃到火龙果了 我 我没哭啊 我哎 哪里看出来我哭了 没有哭吧 没哭 眼睛都没红 怎么会哭呢 很久 哭是要有眼泪掉出来的 谢谢啊 谢谢谢谢 真的没哭 真的没哭 不是嘴硬好不 真的没哭 哎 哎 对 昨天那个是 林某也跟我说了 他说你就笨三了 你现在开始 确实啊 理论上来说 是要笨三了啊 因为二十岁之后 每年过的生日 都是朝着三十岁 来走了吧 哎 有三十岁的朋友吗 哎 哎 有三十岁的朋友吗 问一下三十岁什么感觉 有不 哇 真的有啊 哎 那我问你们一下 你们还记得自己 过二十岁生日之后 是什么样子不 还记得 哎正经一点 在这里说什么 我 我七十 我八十的 问方姐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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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啊 哎 有和我同一天生日的朋友吗 甄嬛 甄嬛和我同一天生日 真的假的 啊 所以就是说 甄嬛和我是 甄嬛是金牛 看来大家都是看过 甄嬛传的人 嗯 我去他们甚至知道他是农历 今天 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 金牛座的人抠门 哎 我觉得等一下你要问一下他们 我抠门吗 是不是 他们说我是不抠门的 是不方姐 是 是 对 不扣门啊 我觉得不扣门 哎呀 嗯 弟弟我可以把你打哭吗 你别吧 干嘛呀 咳咳咳 都是在欺负 欺负我的 你们看到他们有那个 算了算了算了 我跟你们说你们呀 就真的有这弹幕真的不 我不方便读 好不好 我 真是 喜欢看 奥特曼吗 还可以 还可以 小时候喜欢看 我的长沙口音很重 我有长沙口音吗 我有长沙口音吗 我讲话哪里有长沙口音 口音 没有吧 长沙口音 来长沙人讲一个长沙口音 听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还有四分钟 就一个小时了 你们快快点 看 那个 每次直播最后的精髓和这个问题什么的全都全都赶紧问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呃 我好像 看一下 你是 你是藏了派派的 AirPod 啊 没有啊 不记得 哦 啊 藏了藏了 那个是是我 他也藏过我手机 队友都送了 播到 OK 我差点念出来 没有没有 刚才说那个 我们直播还没有这么快结束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放松 好吧 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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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结束 每次一说我要结束那个弹幕瞬间 放松点放松点 还好还好 嗯嗯嗯 宿舍有人养宠物吗 没有 呃 对刚才说那个队友送我什么礼物 因为我们现在都 不在一块呢 还 所以我好多 大家我都得等到回北京 再见到他们 他们说 因为大家也有的在自己的工作 然后回去都等见到了会一起 好像说把礼物给我 但是我走之前呢 米卡送了我一个礼物 他这个礼物比较有意思 知道那个充电线吧 就是 比如说这是一个充电线 然后呢 这是 这个充电线 然后这个是充电头 他送给我他有一天 他说 他说那个 我我我给你买买好的生日礼物 你回房间看一下吧 然后 非得让我去 说说特别好 然后我回去看了一下 在充电线上面 他绑了一个蜡笔小心 就在这里 趴着的 然后 把这个小东西套上去之后呢 是 等于说我的充电线 从他的嘴里吐出来了 这个样子 这样吐出来一个充电线 然后很小的一个 我说 哦 谢谢 他说这个一定是 会是你今天收到的 最好的生日礼物 然后 直到我在 在长沙这边 昨天见到的林末 送给我这礼物 我就发现 我对我们一个比一个用心 嗯 所以真的很开心 非常开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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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砖什么时候来 等等 等等吧 嗯 方姐说等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等啊 等等吧 心急吃不着热豆腐 你 你试试 嗯 嗯 他们说让我试试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菜 鸭脚筋 嗯 旁边的这个老师 让我尝一下这个菜 说可以把我辣哭 没怕过 好不好 你吃过 算了 怎么可能放它 开玩笑 哪一个是鸭脚筋 我先声明一下 我平时都不吃鸭脚的 为了尝试你的这个辣度 他是不是 挑一口小一点 小一点太太太太大了 这个 小一点 这个菜可以把我辣哭 多吃点 一般的辣吃一口有了吧 那才有够辣 一吃辣就想吃米饭 还行吧 真的一点都不辣 我觉得这个菜 刚刚那个鸭脚筋 连屏幕前 你们如果有不能吃辣的朋友 吃了都不会觉得辣 他居然说可以把我辣哭 你直接被我吃辣椒我都不会哭 你直接被我吃辣椒我都不会哭 真的真的 真的不辣 就是不太 就是不太好嚼 没 没有 刚才是腔到了 没有 那不是被辣 嗯 还行还行还行 好吧好吧我承认他这个菜确实有一点辣 但是 不是特别辣 没有火锅那些那种辣 刚吃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很重的蒜味 等一下吃口腔糖 很重的蒜味 然后 有一点咸 然后这个辣味是在你把这些食物都咽下去 你的口腔已经空的时候 这个辣 辣感会出来 但是也不是特别重 吃个冰块 看看 还行还行